劳糟是一种米酒,又叫酒量,甜米酒,糯米酒,是经过糯米发酵而成,一样造工序简单,口感香甜,乙醇含量少,亲受人们喜爱,劳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矿物质,蛋白质,氨基酸,而且有助于消化,增进食欲。 对于中老年人,女性朋友,身体稀弱者是补气养人的佳品,劳糟在冬季食用最合适,劳糟性温,可促进血液循环,提神解乏,吃完招生发热,即可郁寒还可滋补,今天小新就给大家说说劳糟的五种吃法,最后附送劳糟制作方法哦,美容劳糟汤一,红枣和桂圆盖放入水中煮10分钟左右,二,放入枸杞继续煮10分钟左右,三,加入适量红糖调味,四,最后加 加入牢糟,撒上桂花该即可,美食小贴是,枸杞不要煮太久,牢糟要最后放,不然味道就煮没了,两年桃椒牢糟一,桃椒提前一天浸泡,银耳浸泡两小时左右,二,锅中倒水,放入银耳,煮开后小火炖煮一小时左右,加入桃椒再煮半个小时左右,三,食用前放入牢糟搅拌即可,美食小贴是一,可以和桃椒一起添加一些果干,二,不放糖也很好吃,吃的时候加鲜奶, 牛奶也不错,淡花牢糟原则一,锅中烧开水,放入适量糯米小原则,中火煮到原子飘浮上来,二,搅成小火,放入枸杞,然后将打散的鸡蛋液缓缓倒入锅中,搅成蛋花,三,最后放入牢糟即可,牛奶鸡蛋牢糟一,碗中加入黑芝麻,核桃碎,花生碎,其他干果炕个人喜好添加 二,锅中倒入牛奶小火加热,在牛奶煮开后加入适量牢糟,葡萄干,枸杞干继续煮沸,二,将打散的鸡蛋缓缓倒入锅中,搅成蛋花,三,倒入已有干果的碗中即可食用,白糖根据个人喜好添加,可以不放美食小贴是一,牢糟放入后尽快倒入打散的鸡蛋液,鸡蛋花几秒钟就熟了, 这个过程不能太久,不然牢糟的味道就没有了,三,有些发过火的牢糟和牛奶蛋一起会结块,建议如牢糟粉酸并且酒味较浓,放一点点食用碱,香浓牢糟饼一,面粉倒入牢糟汁,有点米粒没关系,倒入少量清水合成面团,面团需发酵至两倍大左右,二,发酵好的面团揉几分钟,分成一个个小面团,揉成圆球状静至15分钟左右,三,按扁面团,用擀面杖擀 纯酵厚的圆饼状,四,平底锅倒入少许油,放入面饼,中小火烙熟即可,美食小片是一,建议水和牢糟的比例是三比一,根据个人口味调整,二,纯酒酿发酵面团干甜松软,可以不放酵母,但如果为了节省时间也可放入少许酵母,牢糟制作方法一,糯米洗净提前一天浸泡,二,蒸屁中放入屁股,倒入泡好的糯米摊平,隔水蒸30分钟左右后,放到大盆中放凉备用, 三,用纯净水化开酒区,撒到放凉的糯米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适量纯净水搅拌,四,搅拌好后倒入容器中,压实糯米,再用擀面杖在中间戳一个洞,五,密封发酵,发酵温度30度以上,一般发酵两天的最好吃,之后放到冰箱一个月内食用,美食小片是一,制作时,器皿都必须保证干净且无水无油,搬扩您的双手,二,蒸好的糯米放凉,这样才能保证酒是甜的, 三,酒区发酵的温度很重要,其实使用酸奶机发酵更方便,四,融化酒区的水和最后添加的水,只能用凉开水或者纯净水,千万不要直接用自来水,另外水的量多,出酒量也多,这个水量根据个人喜好调整